面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教育局专责教育主任 即是同工 会投入专业知识和关怀 去照顾他们的需要 让他们可以愉快地学习和成长 专责教育主任 即是有不同的工作崗位 包括教育心理服务 还有言语治疗服务 让我先介绍一下教育心理服务的工作崗位 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学家 凭着对儿童成长的心理知识 例如自力发展、自闭症普系 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和读写障碍 然后加上运用科学方法 包括心理测量和统计学 去了解他们的需要 从而在学校系统教师和学生的层面协助他们 当中和老师的紧密合作 还有对家长的同理心 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帮助个别学生发展 我们更会有珍贵的机会 参与研发不同的评估工具 或者教学资源 现时在香港获广泛认受的学童智力测试 和读写障碍测验 都是我们的同事有份参与研发的成果 如果你对儿童的成长和心理有兴趣 又具有科学精神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为首合作 帮助他们在成长和学习路途上 克服挑战 进展所长 实践我们的使命 教育科研 心理助人 而负责言语治疗服务的 专责教育主任 是另一个专业范畴 我们会定期到访学校 就校本言语治疗服务 向学校提供专业意见 例如为校本言语治疗师提供专业支援 包括观察言语治疗课 和商讨不同个案的治疗方向等 此外 我们会策划组织不同类型的专业发展活动 例如专题讲座 工作坊 和分享会等 并研发不同主题的资源 提升校本言语治疗师 教职员 和家长 去支援有言语障碍学生的知识和技巧 在官立学校任职的校本言语治疗师 会提供校本言语治疗服务 例如为有言语障碍的学生提供治疗服务 也会与教师商讨与课程相关的支援策略 和推行提升语言的学习活动 从而提升学生的语言 与语言相关的学习能力 如果你对我们专责教育主任 即是有兴趣 不妨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为教育界出一分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